現在有這個大數據中心 那因為剛好市長昨天剛好有在臉書提到說 現在網路詐騙的問題 那請教市長要怎麼如何來因應 那還有夫人昨天也在臉書放閃 說這個他的臉書是您這個選戰的武器 那代表這個夫人的臉書內容都有市長受益嗎 謝謝 第一點 陳佩琪是一個專業人士 醫療專業 坦白講 我每天都很少在家 在家時間很少 所以我從來不會去干涉他臉書要寫什麼 那第一點 我還是尊重他是一個醫療專業人員 他寫什麼 基於對每一個人的尊重我也不會去干涉 有時候我會拜託說你不要嚇我不好 最多是拜託 不過通常拜託沒笑 再來你說那個 第一題什麼 防詐騙 這個我們是讓我們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最近有進來報告一遍 防詐騙 我們有針對 有做過叫做根本原因分析 有好幾個原因 那每一個都現在再給我們兩個月時間 針對每一個原因去拟解決方案 比方說 網路電話 篡改那個來電顯示怎麼解決 就這個題目 還有 那個 那個詐騙你知道 如何去迅速指負 更可以做到更迅速的指負 這怎麼做 這要涉及跟銀行業討論 所以這樣 我們現在台北市已經把這種 智慧型犯罪 特別是詐騙 把它當作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們開始已經在 在擬那個全套的解決方案 這個當然是這樣 詐騙已經有很多環節 包括我們去ATM 因為常慣用的說法 因為我們都知道他慣用的說法 所以只要是走那個ATM的 看那個數據 他會跳出警示說 你確定你不是被詐騙嗎 把人工智慧加在那個ATM裡面 所以要做的事情很多 不過不管怎麼樣 台北市政府 把反詐騙當作一個重要的工作 已經開始在著手進行 謝謝